降了0.5个百分点 那么如果从数量的一个角度来算的话呢 那大约释放出8000亿的一个资金 从这个角度来说 资金并不是很大的一笔钱 放在我们的整个社会 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来看 8000亿分分秒就会没有 为什么说分分秒就会没有呢 大家想一下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讨论资金面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地方债已经提前发放多少 一万亿 那发放一万亿 那要社会各界的资金凑融来 对吧 那这次8000亿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释放出来一个资金 其实并不多 但是如果从我们A股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 还记得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吗 当时的一个高点 有没有把5月份的一个跳空缺口补掉 没有补掉 日线上留了一个点 当时老爷爷很遗憾 我想就这么一个点 你现在留在那里 那要到哪年哪月才会不完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一上来 市场啪 一个高开3066点 直接跳空了16个点 那这16个点 一下子把原先的3052点的这个缺口越过去了 从K线的理论上 大家都知道嘛 以缺口的形式来弥补前面的一个缺口 这叫什么 这叫岛形 当然这个岛已经不是小岛 是很大的一个岛 8个月以来 一直在这个岛的下面 这个跳空缺口的一个下面 一直在来来回回波动 3048当初是最高的 节前最后一个交易 3051是最高的 一直3052日线上的一个缺口没有不去 但现在这一跳完成了这么一个动作 我记得在以前中学的时候 古文当中有 奇迹一跃 努马实价 公仔不舍 正是由于主力机构 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一直在努力 最后这一跳完成了这一月 其实完成这一月 如果从K线的一个走势上来看 你把它看成一个头肩底的一个翻越 也是可以的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这个头肩底指向的位置 3370点 从缺口的一个角度来看 只要这个缺口 未来不去把它回补掉 那么同样是指向这么一个高点 但也不要过分激动 因为把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长时间形成的 那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岛形 你不可能一触而就 直接就到这个位置 你得慢慢来 一步一步的一个走 至少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说 那未来也许也是慢慢走 只要这个缺口形成存在 即便这个缺口不存在 刚才我们说了 岛形的一个翻转的一个可能性 从技术上来说 同样是指向这个位置 那这是一点 那回过头来做第二点 第二点如果说慢慢走的话 还记得去年三月份到四月份 形成的3288点 3279点的一个双头的一个形态吗 中间的一个颈线的位置 在3150多点 那之前把双头形成以后往下跌 这个颈线位是跌破以后才形成的 那现在回过头来 你要掌过3288点 先过了颈线位再说 所以目前看 可能这个位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还有一点我想 可能大家都已经看了相应的一些市场的一个分析 认为这个元旦的一个降准 有如何如何的一个意义 对于券商股 对于银行股 对于保险股 房地产股 有怎样怎样的一个利好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12次的一个降准 券商等等板块 都是大概率是上涨的 未来10天 或者说前面的一个统计数据来看 10天当中券商涨幅超5%的一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些我觉得都是泛泛的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评论这一次的一个降准 如果从特殊意义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实际上是给春季市场在背书 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有些重要会议当中传出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呢 我特地把它抄了下来 是哪个呢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 灵活这个两字是当时的一个变化 事实上都在讨论这个灵活到底如何来理解 那我想这一次的降准 实际上是给机构吃了一个定性丸 原先只是猜这个灵活的一个 测度的一个政策如何来执行的问题 现在这次降准 给了你一个倍数 之前给社会的一个机构 这个融资的一个成本进行了一个降低 使用LPR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了一个降低 那么很多人都认为 如果LPR降低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银行的利差缩小了呢 确实银行的利差缩小了 但是银行的利差缩小 这个是对于我们A股市场来说 是一个权重板块 那权重板块未来如果跌的话 对A股市场来说 意味着压力很大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一次的一个降准 从数量上让银行可带的资金 一下子增加了什么 8000亿 所以完全可以把之前LPR降低的 造成利差的一个缩小 给弥补掉 所以你担心的都看着那 现在提供的这些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态度 这两个字反映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态度 那有关部门有了这个态度以后 那毫无疑问 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未来的一个态度 是不是会更积极一些呢 这我想是未来 至少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观察的 看看机构投资者的一个态度 会不会变得更积极一些 这是我对今天市场的一个看法 回过头来呢 我们还是从资金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今天市场是如何走的 我们不妨还是从北向资金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今天北向资金从一开盘就几乎就是45度角的一个上升 中间有过休息 尾盘呢 还是像以往一样 有一个回升 总体上北向资金今天流露的一个资金 达到了110多亿的一个资金 那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体量 这是北向资金 来看一下权重板块 四大权重板块今天全线上扬 只是酿酒板块 由于茅台 我们看到了因为一个个股的一个公告 大家看到去年的一个 它的一个业绩增长是15% 公告当中对于2020年的业绩增长 预估是10% 市场有的投资者比较失望 所以呢 整个酿酒板块 承压 资金流出明显 但是其他的一些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 电子元器件 也同样被激活 流露的一个资金达到了61亿 这是五大权重板块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看指数 上升指数呢 是直接跳空高开 并且没有回补的动作 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之后呢展开了比较明显的几波上涨 那么在3098点附近 明显是3100点的一个整数关 有止步的一个现象 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 但这个回落呢 还是属于高位的一个整顾的一个动作 这是上升指数的一个情况 再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看到开盘以后 是有过回落的一个动作的 因为创业板之前的一个走势 明显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走势 明显落于权重股 但之后奋起之追 并且从午后的一个盘整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也是一个强势 强于主板市场的一个走势 再来看两个板块 一个呢是网红经济的一个概念股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概念股呢 因为它是最近一段时间走强的 其中的一个星期六 11天9个板 可见走势非常非常之强劲 那非常非常之强劲 这个板块拿来看 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 它是一个温度计 现在它是爆表的一个温度 那如果未来它的一个温度开始降低 那你说是不是需要警惕一下呢 我想应该有这层意义在这里面 这是网红经济 我们再看一个板块 白酒板块 那白酒板块呢 毫无疑问今天市场 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应该都看到了茅台 它的这个公告 茅台今天那个成交量非常之大 达到了160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 那么这个成交量 我认为应该是机构 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换手 不看好的 基本上今天出得来 它没有封过跌停 如果封跌停的话 那也许明天还会往下跌 但是今天就是在跌5%的一个上下 来回充分的一个换手 所以理论上 明天不会对市场造成 更大的一个影响 更何况 今天茅台在这样的一个下跌 影响上增指数多少个点呢 说起来你可能不太相信 但你不相信 也是科学的一个数据 影响上增指数5个点 拖累上增指数仅仅5个点 这是白酒 我们再看一下 最后我们两次板块涨跌幅 前五的一个情况 网红经济 云游戏实际上也是跟网红经济 同期热起来的 总验 前两天看到有相应的一个新闻 IP概念应该说和云游戏 网红经济是同一类的 此外还有互联网 那么这些涨幅都是超过5%的 酒和酒机饮料 那么这些是因为茅台的一个影响 说来你也不相信健康中国里面 也有茅台的一个权重在这里面 所以前三个下跌 都是跟茅台有一定的关系 好吧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稍时休息后 会请出来到场内的一个嘉宾 一起来讨论 今天之所以涨成这样 后市如何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编导 给我们准备的市场热点信息 来 2020年首个交易日 A股喜盈开门红 三大股指起涨超过1% 互指逼近3100点关口 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3085.2点 上涨1.15% 深圳城指报10638.82点 上涨1.99% 创业版指报1832.74点 上涨1.93% 盘面上传媒板块大幅领涨 电子计算机等科技类板块 均涨幅靠前 科创丸方面 个股普遍上涨 仅6支个股下跌 央行1月1日宣布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 决定于2020年1月6日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2020年1月 A股共有180加次上市公司解禁 涉及股份557亿股 对比2019年全年 本月A股解禁股份数量排名第一 解禁市值为704亿元 重回3000亿元大关以上 解禁市值占A股总市值比为24.6% 创下2015年6月以来的单月新高 贵州茅台今日早间公告 公司2019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经初步核算 公司2019年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885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15%左右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05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15%左右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 来到场内的三位嘉宾 坐在我身边的是 丁伟明 叶鹏飞和薛光明 三位好 市场一涨起来以后 从事者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了 今天问什么 今天问这个小牛行情 未来哪些品种会涨幅更大一些 我就把这个难题 先交给我们三位嘉宾 来 丁伟明 我认为涨幅和弹性来看 应该还是科技 主打科技 主打还是科技 对 彭飞呢 我也是科技 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说年报预期比较可观的 要考虑到年报的因素 毕竟一月份了 光明 近期我觉得是金融股 弹性更大一些 你指的金融股是哪一类 银行 保险 券商 还是 券商为首吧 然后保险为辅 银行还在第三 券商为辅 这是三位 对于品种方面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聊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 还是要请出三位 来跟我们聊聊市场 如何来看 先还是从光明这边开始 来邮请 好的 那今天我带来的图是平均股价的这个年线季线和周线 我都说一下 那从平均股价指数的年K线来看 就是19年的话是一个类似于光头光脚的这样的一个年阳线 那从19年的K线跟13年的当时这个K线对比的话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13年的时候成交量明显的一个放大 超过了11年和12年的高点之后 那相对来说就形成了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的13年的牛市的开始 那从14年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 也就是在13年的年尾了 那么从14年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 14年的最高点或者说是往上攻的这个位置 那么至少是把这个12年的上影线的位置 前面一年的上影线位置吞去了 那么从一季度来看 我们知道一季度往往是流动性最好的时间 那由此推断我认为2020年的一季度 有望向18年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去挑战 也就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8块左右 平均股价指数 现在平均股价指数是多少 现在是16块左右 那么还有两块钱的一个空间 我认为一季度的话大概率是到的 所以这是年限的情况 另外的话说一下季线 季线的话目前是底部上来走了四个季度 四个季度的话 季线的5G和10G刚刚已经产生了一个金叉的状态 那从历史上来看平均股价诞生以来是应该是11年 到现在的话只有两次 那么前一次的话我就画圈的地方体现出来 也是13年的到14年的这个当中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形成了一次净差 然后之后再也没有净差过 我们这次是第二次 第二次 那么也就是说后期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可观的 就是说牛市的预期会逐步的一个增强 因为我们前面还漏了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一九年的这个涨幅是在全球上排名是比较靠前的 应该是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一个状态 这是季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然后再看一下最近几周一直来讲的一个周K线 周K线的话上次讲了 就前几次的周K线涨幅的周期都是在八周左右 那么第二次呢是在五周 那么我认为从目前的量价关系来看 尤其是一季度时间节点上 我认为八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上一次的八周也是正好是在一季度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那么关键是八周的转折点主要是看下面的成交量 那么我们看到前两次第一次八周的时间 我们看到后面几周涨到后面的时候成交量是萎缩的 就是前大概四五周的时候是放量的 然后后四周基本上是缩量上涨的 那么第二次也是一样 到了第四周第五周就开始缩量了 那么以目前的成交量来看 我认为明天是周五 周五的话应该是放量的 因为本周的话我们知道只有四天 有周三是休息 那么我折算了一下 上周的成交量是两万六千亿 那么折算成四天的话是两万一千亿 我们今天的三天的成交量是一万八千亿 也就是说明天的平均股价成交量 只要达到三千亿以上就算放量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在 这个就没问题了 这个就没问题了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认为是五千亿是 基本上是打保票的 那么这样加起来是将近是两万三千亿了已经 所以我觉得周线上没有问题 如果说看到周线上有缩量的话 那我认为至少还能延续一周 那么这样的话推算下来 也要到一月的就是春节之前的那一周了 我觉得上涨的这种时间节点来看的话是这样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市场还是会运行到春节前后 对 是的 好 这是广民的一个看法 那么刚才他的一个目标 其实比较简单 用平均股价来跟我们指出 这个市场未来走势的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彭飞 听听彭飞对市场你是怎么分析的 来有请 就是我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 就是说后面的震荡的突破性的行情 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今天的走势已经相对来说 已经确认了 确认了这一点 而且量也放出来了 那就接下来我的判断就是 后面的行情的主线的逻辑 应该是围绕着联波展开 就是说还一个就是说 后面的结构性的分化依然是存在的 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会 相对来说就整体性都会偏向于 就是说都会比较回软一点 那这一块就是说 有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 近期的就是前天公布了 那个制造业的PMN数据 那么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 是超预期的 那么接下来市场会对这个 因为在应该是在中旬前后 这地方会公布相关的 其他一些重要的数据 那么就是市场会对这个数据的预期 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的 那么会对整个的经济的 阶段性的一个企稳 应该是也是有所预期的 那么这样就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 就是说周期性的股 这些行业的一些补库存 这个预期就更加强烈 那么会带动整个的一个周期性的 这些个股相对来说会走强 那还有就是说流动性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央行释放流动性 那就接下来对流动性的预期 也会更加的就是说强烈一点 那么这块会也会导致提升市场 整个的一个风篇会上升的 那么就是说 就是无论从这个之前的相对来说 走的弱的一些周期类的 或者是说还包括像科技里对这些风篇的 科技里的 那么都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促进作用 那这块来看的话 就整个的市场 后面肯定是方向我们不用担心了 但是就是说它的一个结构 我相信它还是一个 就震荡式的上行 但这个震荡式上行 它的趋势相对比较明确了 那就是未来的位置的话 我更多的欠向于盼谈就是 上海这边 上阵指数这边 更加的是要去面临的 就是388那个高点的一个挑战 那这都是指持一季度 那么创业版 或者是说上阵指数这边 是更多的是对2018年 那个年初的那个高位 也就是相对于上阵指数的 3578那个位置 进行一个就是说挑战 那这就是对未来的市场的空间 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点 就是说我个人更倾向 就是后面的市场的流动性 反倒是会更加的青睐于 这个核心内的资产 这一块的一个公司 往这方面去流入 那就说可能退市也好 还是GX的那些有问题的股票 会越来越会被边缘化的 那么这块就会更加的 会显示到一些稀缺的 或者是优质的公司 那它会更加的享受 这种估值的就是说溢价 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 就是说从投资的方向上 可能会更群让这块 我相信市场也会这样的 那么就是会少数的个股 它会更加的会体现 指数的一种波动性 或者是一个上涨的空间 那就是说我们接下来 就是说方向我们不用担心了 最关键是个股的一种 一种甄别和选择了 这是一种 刚才彭飞提到了 一个方向的问题 认为基本上已经确定 这一点我们也不怀疑 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 也确实展现了 这个市场机构投资 对于后市行情的一种信心 但回过头来讲 你也提到了 接下来一季度 一月份 尤其是围绕年报 尤其是接下来马上 有好多公司会有一个年报的预告 那么其中这个过程 我们知道 你刚才也提到的是高科技 高科技当中 好多在年报面前 恐怕未必会荣光焕发吧 那么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个市场 反而在这个业绩的一个面前 涨不动呢 这块要分两块看 第一个就是说 之前比方说有一定涨幅的 但是它也通过了 大概这一个月 有很多强势的 特别强势的 那些尤其像高价的 对吧 就是相对来说 科技含量比较高 我一直说了 市场进入了科技含量高的一些公司了 那么这块的公司 它已经通过这一个月的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估值的消化 那接下来 如果年报出现的是 相对来说 又是比较出乎市场的一个超预期的了 那它这块通过估值已经消化过了 跟着后面 它又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 引力上升的空间了 好 关于这个问题 待会我们在操作层面的时候 再给我们强化一下 哪些有些问题的 我们要甄别一下 回避一下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请出阿丁 来听听阿丁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来有请 好的 首先之前我们判断的 从12月份开始的跨年度行情 正在演绎中 那个趋势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先看一张 我带来的上证指数的月K线图吧 老袁 那么从这张那个月K线图 我们可以很清晰 很直观地看到 就是上证指数 困扰了上证指数八个月 半年之久的这一个 高点的连线的压制 其实就是3050一线嘛 最高3048 目前已经被突破了 那么今天的月线 也是带跳红缺口的 那么希望这个缺口 先不要回补吧 这是一个突破型缺口 那么既然那个 半年之久的上诡压制 今天被突破了 那么后市肯定是 向上的空间再次打开了 那么这是从大的结构判断 那么我们再来看日K线 上证指数对日K线 那么从波浪理论的意义上说呢 目前可以认为 上证指数处于那个 2857地点上涨的三浪当中 因为那个特征很明显 包括成交量的放大 包括每一个上涨波段 都配有一个跳空缺口 应该已经出现了 三个跳空缺口吧 那么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三浪中 那么我写了一个短期调整 看3000点的支撑 其实呢 这是一个就是突破了3000年以后 3000年日后 也会成为中期的支撑 并不是说从这里调整 就一下调整到3000 这不是 大家不要误会 那么短期呢 上涨我觉得 那个包括今天速率过快 那么近期的走势 就是涨两天回跳一下 那么可能明天再冲高 明天还有高点 可能冲到3000亿以上 市场又要回撤一下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下面3050的位置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到 现在是属于三浪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三浪的一个目标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这个目标是指向哪个位置 应该整波三浪走完 应该在3150点左右吧 3150点左右 也就是老员介绍的之前那个 那么这是从技术层面分析 那么从基本面分析呢 包括11月 包括刚发布的12月的 那个制造业PMI 都是持续回暖 包括央行 那个降准释放流动器 那么之前这些向好的预期 都实现了 那么既然实现了 给市场的大资金 或者我们这些市场中 参与的人士 给了一定的信心 那么一季度的行情 还这样延续 而且每年的一季度 市场的流动性 是最充沛的 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中 也介绍过 所以先做好眼下的 这把行情再说 刚才阿丁提到了 今天的一个涨幅过大 我们也可以看到 市场在3098点 似乎也有一点 似乎也有一点 为难的一个情绪 似乎不敢一下子登上去 但是市场同时 今天基本上 我听了一下 好多朋友们 我们这个朋友们都知道 都是业内的 业内的 似乎看法 比较高度一致 认为一季度的行情 已经展开了 那会不会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有一个灯下黑 我们有什么 没有看到的因素 会造成市场 在这个往上冲的一个过程 遇到一些阻力 至少我个人的理解 包括基本面上 那个应该没有 没有什么大的利空出现 那么行情也是一步步走的 不可能说到3150 明天就开始向上突破 还是一波波 其实刚才彭飞提到了一点 是现在是围绕年报 可能会继续展开行情 其实这两天 现在市场比较热吧 市场比较热的一个背景之下 有些上市公司的公告 可能几乎大家都把它忽略了 有些上市公司说要记题 今天就有一个说15个亿 结果低开以后走高了 前面几天有50个亿的 这个记题等等 这些那些的一个东西 50个亿当天基本上都消化了 难道现在看到利空消息 就这样消化了吗 不会的 这个不会的 还是要甄别个股的质点 在一个市场向好的情况下 这些短期的个股的利空因素 可能会被短时间消化 但最终它还是会体现的 年报行情展开 我就顺着说那个操作思路 待会 待会我们再来谈操作的问题 确实目前情况下 至少困扰我的一个感觉 就刚才彭飞在提这一点的时候 围绕年报行情展开 那我想年报行情 现在尤其是19年 磕磕绊绊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可能3700多家上市公司 都是亮丽的一个年报吧 那里面肯定有我们想不到的 也许有人感觉我今年年报不好了 我就一次性来一个计题 现在已经看到了 12月份已经公告了好多 包括今天也有一家 我看到本身就是上海本地的 当然它是在深圳上市的 一提就是15个亿 这15个亿哪来的 不是19年一起亏掉的 而是前面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 然后突然一下子把它计掉 那么这个接下来会不会成为 困扰市场的一个因素 我想是我们值得我们警惕的 当然也不必胆战心惊 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个别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在目前比较热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稍微谈几句冷的这个因素 不能忘乎所以 我们在这个证券市场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市场 就是要战战兢兢的 如履薄冰往前走 你才能够走得更远 你如果大着胆子走 说不定你就会吓掉到一个坑里去 这个不谈啊 今天是元旦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好像说这个可能不待见 但是我想本着市场的一个角度 还是得提醒大家 好了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板块绝经 来听听三位嘉宾 如何下一步如何操作 才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收益 来 两市今天是出现开门红的走势 我认为整个波段目前的主线呢 就是券商 所以在这里我会继续持有 那从整个交易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指数目前上能是配合的比较好的 上升趋势也是比较明确的 后期只要下方的趋势低点不被跌破呢 我会继续的持有 短线上我看好的是银行 我会在日线上出现盘中回调的手续进行加仓 等待他们出现快速拉伸的时候 去进行高抛 好 板块决心 欢迎你回来 我们接下来呢是请出三位嘉宾 一一来跟我们聊聊 如何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 先请出光明吧 好的 那短期来看的话 我偏向于觉得权重股 可能在最近会相对来说 比其他的板块要强一些 主要是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还是 依旧是原来讲的券商板块 因为券商板块的话 之前来的时候 讲了四大利好 那么现在叠加 最近的这个结算 结算资金的一个 备付金的结算资金 有的利率有下调 那么这样的话 对整个的券商板块 又是一大提升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知道最近成交量 有所放大了 那么这个成交量放大的话 我们知道在一月份的 券商的这个 业绩的公告当中 一般我们券商是 一个月就会披露一次 那么对一月份的券商的 这种这个就是经济业务的增长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么这样的话 又是证实了一个券商业绩的一个 向好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券商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么第二位的是保险 保险的话 我现在了解下来 它的现在预收的保费 从今年和去年的这个比 来说的话 已经增长了10%了 也就是说一季报的保险的 这个业绩是比较确定的 所以说我觉得保险股的话 相对来说 也是存在一定的机会的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银行 那银行的话 在最近其实供这个3050的时候 之前相对来说 没有太大的作用 那么今天我们刚看到 起到了一定的向上推动的作用 那我觉得这个从 无论是从昨天降准的 对银行的一个利润的 一个提升也好 还是包括短期的 它一个公关的一个作用也好 我觉得银行也是存在一定机会的 所以说从三个维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大金融板块 应该来说还会有一个 向上的一个攻击的机会 尤其是在 我认为在3150之前 就是说银行股还是 大的金融股 还是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3150之后 就是说它拖动大盘 拉到一个高位之后 可能相对来说 个股的表现 才会慢慢的再度的体现出来 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 光明对大金融板块 是请有独钟 接下来请出盘飞 听听盘飞 在操作方面 包括刚才我们提问的 这些问题 楼河在一块 来跟我们了解 这个讲解一下 接下来因为它是新的一年开始 新的一年开始 我想跟 它也有新的东西会出来 那么接下来布局的话 我想更多的是 从这个注册制这块 来去推倒 那注册制应该是在3月份 基本上逐步开始推进了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着 就是说很多 技差的公司 那肯定咱们不用说了 那就是说肯定是 就是完全要回避了 对吧 那这样会使市场的投资逻辑 一定是会更倾向于 就是说 优质的核心资产这一块 那么优质的核心资产 可能又会回到了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又会回到了 就是第一个 是当时是大金融 第二个是当时是大消费 那还有一个是说大科技 那么从我的一个投资这块 目前的一个 一个配置的一个体系来说的话 可能更加于 还是圈向于一个大科技这一块 那么这块的话就是说 更加要去关注5G带动的 一些的硬核的 科技的那些成长股 那这块就要结合 就我刚才说了 结合联报去选了 因为通过这个 前面这个二三四季度 基本差不多七八个月的一个上涨 那有些虽然是优秀的公司 但这时候你要去看联报这块东西 那么这样他们的 就是说未来的 就是说接下来在今年一季度 就是说肯定会有些股票会掉队的 那么这块的话就是说 可供你选择的优质的股票 你包括考虑到估值的因素 那么这样你可能会筛选出来 会比之前的肯定要少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第二块就是说大消费 大消费了 去年整个一年就是说 茅台酒可能相对来说涨的 就是它的一个时间周期比较长 对吧 那其他的一些 也有一些高端的白酒 但是它整体的现在 涨幅在后面的三四季度 涨幅并不是很多 那么这块可能会更多去考虑 那还有一个就是医药 它也是属于这个大消费这块的 那么也是找相关的一些 潜力的优质公司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金融这块 我更加倾向于这个券商 和这个金融科技这两块 券商这块还是一个 就因为注册制的后面的 逐步退入会对券商的一个 政策性的一个税益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还有就是说金融科技这块也是一样 它是依附于这个金融的这个业务这块属性 同时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金融属性 本质上是一个科技属性 那么还是要寻找就是具有科技含量高的这种公司 那这三块的话 我建议给大家的建议的一个配置的比例 就是在科技消费金融这三块 就说我的建议是6比2比2 科技是6 科技是6 那两块都是各2就可以了 金融科技算在科技还是算在金融 其实按照道理说你要找的话 还是要找真正的就是科技含量高的 因为它只不过是业务上跟这个金融有对见 是金融的这个业务 但是你真正你没有这个科技含量的话 这个你做不成业务的 那还是算在科技这一点 算科技这一点 好 这个咱们彭飞就聊到这里 接下来请出阿丁 来听听阿丁的看法 好 下面我和大家交流一下 那个操作策略和关注方向 操作策略我认为目前可以保持仓位持股待涨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总仓位 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 您如果现在是满仓的话 我认为仓位侧重还是配置 还是配置科技 特别是核心科技 那么至少应该是拿半仓的科技吧 如果是满仓的情况 那么科技里面还是继续看好 就是三大块 芯片 古迹和软件 就是前期节目中 在12月份节目中 跟大家交流过一个方向 就是国家集成电路 二期大基金 他们建仓的品种 他们建仓的方向 包括封装类等等 其实在12月中旬以后 这个方向的一批集成电路和芯片板块股票 表现得都非常不错 那么我认为还可以继续往这个方向去靠 特别是一批科技品种中 它的蓝筹品种 或者说各个行业的细风龙头 那么只要年报 那个业绩不过度的 就是不及预期或者下滑 那么还是中线磁仓的思维 还是中线磁仓的思维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倒是建议可以关注一下 降准受益类的板块 那么降准受益类的板块 无非包括地产啊 券商啊 银行啊 那么我比较看好 就是后市有机会的 应该是券商和银行 那么再细风一下 银行我不看好头部银行 或者那些大银行 我相对看好一些小银行 特别是城商行的机会 那么包括券商的机会 因为注册制以后 那个会给券商带来 很多业务上的拓展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刚才老元也说了 不要被市场上涨 而忽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么随着注册制的推出 一批年报预亏的个股 或者说业绩差的个股 今年是真的不要碰 它们会被逐渐会被边缘化 最终和国际接规会成为 中国股市也有很多先股 我们以后可以看见 所以说年报一亏的股票 或者长期业绩亏损的股票 有被退市或者ST风险的 我的建议还是赶紧调仓换股 不要舍不得 因为注册制要来了 君子不立 为强之下 这一点非常精彩 因为什么市场 尽管这热的时候 咱们来到厂内的一个嘉宾提示的 还有风险这一块 并不是说远方都是有私和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 你还得防一下风险 瞻前也得顾后 好了 这个不多说 那么接下来 我要进入有看头来的板块 来听一听姚中元 在今天如此热烈 热情洋溢的市场氛围当中 带来哪些板块 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放到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A股喜银开门红 跳空高开建置3100点 而且今天北向资金是火力全开 全天大举介入市场有将近114个亿 这不言而喻 对于未来行情看高一线 也是在所不惜的 那么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 在2020年开始的第一天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好 哪一些板块是在未来全年当中 有望成为主线的这些板块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张PPT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科技板块是独领风骚 许多个股都出现了涨幅榜的前列 那尤其是对于一些A股的 蒙面招牌的这样一些个股 可以说全年涨幅都在超过 300%到400%以上 那对于一些股票型基金来说 他们配置在一些科技板块当中 全年去年的收益当中 都有超过了将近80%以上的 这样一个获利程度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 如果一年当中能够踏准点位 踏准一些核心的方向 去进行布局的话 那对于全年的投资来讲 将会是顺风顺水的 那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A股市场 今天的跳空高开 也是正好在头肩底的 这样一个右侧 出现一个明显的突破迹象 那这个位置也开启了 全年市场的这样一个 核心的操作时间节点 那哪一些板块 在我们A股今年的市场当中 要作为核心的呢 我相信投资也非常关注 那今天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机构投资者的 全年2020年度的年度策略报告 这些报告当中 哪一些板块目前是低估值 并且在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今年是有望形成一个 转折的这样一个年份 那在这些板块当中 哪一些公司和标的 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估值的 这样一个位置呢 这一些将是我们作为一个 重点的关注对象 所以今天你也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方式 来领取机构在2020年度当中的 一个年度的策略报告 那在策略报告当中 有一个板块 我们值得关注 来看下面一张PPT 就是我们去年 一直也跟大家提到的 汽车板块 汽车制造板块 可以说目前正好是在一个 低位附近 今天在形成跳空高开的同时 也突破了低位起来的 这样一个平台的位置 那出现了这样一个 驾升量增 并且带有跳空缺口的 这种一种上涨的话 势必对于未来中期行情当中 要去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 所以对于全年来讲 不妨这当中的一些公司 哪一些目前在比较低的位置 有望在全年当中 来回做反复波段的 你也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方式 来领取在这份报告当中的 一些详细的目标 那对于近期板块当中 哪一些可以去做一个低息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年前跟大家讲了一个板块 就是酿酒板块 虽然酿酒板块今天是在某一些因素下出现了低开 但是很明显酿酒板块其他公司并未受到影响 所以近期而言 北向资金流入幅度最多的28个亿呢 像这些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的 好了 今天的技术讲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换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今天市场非常热烈 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观众朋友们所关心的 接下来哪些板块 哪个方向会涨得更多 跟厂内三位嘉宾做了一个交流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听听我们的观众是如何选择的 我们稍事休息以后 马上回来揭晓答案 来 让梦想成为开始 用建设创造价值 中国建设银行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每个人都有害怕无助的时候 几句宽慰便能带来很大的力量 与人力量的你很赞 北向资金不断买入 2020布局良机显现 如何踏准节奏 布局春季行情 赶快下载古拍APP 加入跨年布局特训班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施陈兵手把手教你备战思路 精准布局2020春季行情 祝你打响股市翻身账 赶快下载古拍 还有跨年布局实战教程 春波布局计划 实战演练课三重限量好礼 等你来领哦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固执站稳了3050点 行情能否看高一线呢 来看一条微信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市场之前的上涨 只能定义为反弹 是对之前悲观情绪的修复 2020年的行情则是重新的开始 需要看三个指标 一是估值合理修复之后 经济基本面 企业经营状况是否改善 第二是否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这将影响投资者的预期 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增量资金进场的速度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发表您对于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念心 为我们揭晓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对于小牛行情 你认为哪些品种弹性更大一些 我们给了五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科技股 我发现我们的投资者 还是非常喜爱 直接票数就达到了51% 那就没悬念了 在咱们投资者的一个心目当中 科技股是弹性可能是最大的 B选项是周期股12% C选项金融股17% D选项是题材股15% 其他还有5% 那么这是今天 咱们观众进行选票的认同度 跟大家交流了一下 此位对于哪位嘉宾的观点 咱们的观众最认可的 还是丁伟明 丁伟明是把他得了头筹 达到了54% 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的 咱们的观众有两位 我们看一下 第一位说今天跳空突破这么久的心理关口 其实是有一些超情绪溢价在里面的 这种超情绪层面给出的溢价 如果在博弈环节 量能不能持续或者不能补齐的话 本质上依然是轮动格局 所以把握板块的轮动节奏很重要 那么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降准 高开放量突破 无论从消息面 技术面将A股的一个情绪都推向了高点 但是60月平均线 想要突破 仍然是一道满南跨越的坎 一旦跨越 牛市就真的会来临 那在这里补充一下 60月均线平均移动线 这个也是在3160点的一个上下 具体我们不用太精确 刚才我们厂内嘉宾 我们阿丁丁为民 他喜欢用波浪 波浪告诉我们指向的一个高点 3150点左右 老元刚才用这个头肩底 或者说岛形 也是指向这个位置 那大家想一下 去年三四月份的 这个M头的这个颈线位 也在这个位置 所以那么多都指向这个位置 想要一下子一出而就 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这是我们从技术层面 包括咱们观众朋友们的 一个看法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朋友们不要忘了 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功能很多 至少今天 你就可以就我们市场讨论的热点 发表你的看法 周末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周五 会发表一位牛伞观点 谈谈自己在这个市场当中的 一些感悟 都非常深刻 前面几次都是这样 本周老叶也尝试想写一篇 到时候请大家批评指正 好不好 那咱们稍时休息后 马上就路 明日抢先报 看看大阳线之后 技术上如何来看 来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昌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上海品牌 七宝熊猫酒 即时人文频道 全新上线 泄好自然 探索边界 真实故事 触摸历史 传承艺术 延展眉心 2020年1月1日起 即时人文频道 真实启发思考 人文点亮生活 亚洲金融论坛 重塑增长 创新 突破 共荣 各类知名金融及商界领袖 汇聚香港 论坛展示金融科技 呈现金融科技 创新意念 联系项目拥有人 及投资者 支援初创企业 并建立商贸联系 2020年1月13至14日 期待与你见面 北向资金不断买入 2020布局良机显现 如何踏准节奏 布局春季行情 赶快下载股拍APP 加入跨年布局特训班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施陈斌 手把手教你备战思路 精准布局2020春季行情 祝你打响股市翻身账 赶快下载股拍 还有跨年布局实战教程 春波布局计划 实战演练课 三重限量毫里 等你来领哦 欢迎来到糖果论金节目 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注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直接跳空高开 高开以后直接高走 冲击3100点失败了 午后是由走软 收出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留下的一个大阳线 是留下了一个上影线的 上影线表明 3100点附近已经有阻力了 需要继续放量来进行一个消化 技术上呢 刚才已经分析了 见指3150点一线 意念上呢 可能指向更高 刚才我们说了 3370点这一带 从目前的一个趋势来看呢 月线 周线 日线 是一个三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播动区间 3069到3100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分钟线的一个情况 那开盘以后呢 拉齐杆 收齐面的一个走势 那明天呢 会面临5小时和10小时 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考验 大概率仍然将创新高 指标多头顿化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 今天高开以后 回踩5日均线 以后摆脱了主板的一个走势 午后走势 尽管也有回落 但是回落小于主板 受到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阳线 后市冲高 有回落1800点 这个整数关的 技术上的一个需要 月周日三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播动区间 1823到1849点 这是明日抢线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息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来听听三位嘉宾 明天周末如何操作 来 每天五分钟 讲透一个短线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昌武 在古拍APP 看古坛大师兄 古拍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您好 中国银行 新年要想六六大顺 从家出发 重新装修是个好办法 鱼润空间设计 5000平米超大建材展厅 自主选主材 样板房1比1实景空间 设计精道 两房改三房 一房改三房 新推的半包666套餐 半包每平米仅需666元 一房一价 承诺绝不露相 绝不加价 做到真正闭口合同 没有决定之前 不收一分钱 一旦合同坚定 就能得到价值万元的 家电礼包 与万元装修抵用券 还送2588元 第三方监礼服务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9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鱼润 也可以拨打电话 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让鱼润 为你解决所有装修难题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这 这 小心 回来了 哎 两杯灯你妈还没关 先别关 怎么了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北向资金不断买入 2020布局良机显现 如何踏准节奏 布局春季行情 赶快下载谷拍APP 加入跨年布局特训班 看资深机构投资牛人 施陈斌 手把手教你备战思路 精准布局2020春季行情 助你打响股市翻身账 赶快下载谷拍 还有跨年布局实战教程 春波布局计划 实战演练课 三重限量好礼 等你来领哦 好 欢迎回来 明天是周五非常重要 今天从旁边的一个角度来说 似乎意犹为尽 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 如何操作这个问题 先请出阿丁 来 我觉得在上涨趋势中 还是要把握一下 板块交替上涨的节奏 那么今天 券商和城商行 一批银行 没有明显的表现 但如果明天盘面回落 或者券商和城商行 这些板块也回落 我认为还是可以短线介入 这阿丁的看法 那这个关美 我认为短期还是会继续上行 短线还会继续上行 那明天你的意思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行 暂徽科犯管转 贸易实验区临港芯片区间派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是金经济协议 经济的维旋余地还能很大 讲办法搞错就搞错吧 在哪一次 管它好或坏 只做好自己 逐渐向完善的市场经济提示去过 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 现在的算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一定是性能功耗成本 三个因素决定了 基本上会节约70亿的成本 软硬件的出现的协同 必能改变我们的计算生态 谁不可能是断这个事情 对于和规律的市场化的改革 应该同步推进 解决企业融资能不能简单地靠 我们对这个Libra的这种的出示 是分应该掉以情形的 这个呢还是随着实践 随着世界 就是不断扑动 这里边听到说有无穷上击的 一带一路是我们的必修课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的空间 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和营商关键 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经济 提供保驾部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说是看到了2020年首秀的开门红 可以说是市场锐不可挡 指数全线飘升 从整体的指数情况来看 大家的疑问来了 前期已经动的市场到这个位置 是继续上涨呢 还是遇到利好之后 在这加速之后要变节奏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节奏 如果说整个市场在这儿 行情没有结束 我们说提前的春季行情也好 春季行情也好 就是一个暖冬行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核心资产 往哪里去做分配 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两个问题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蔡俊逸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吴文昌 还有我们的资深市场人士